子杨每次离走他都哭了 他就是说 我每次都舍不得妈咪走的 就是怪我的儿子不懂事 又懒惰整天在家里 我真想骂我的儿子 不争气 这么好的师父 都给丢了 一段来自妈妈的哭诉 她的愿望非常的简单 希望自己的儿子 和已经离异的儿媳 能够重新走在一起 为了更方便的来梳理 他们俩的情感关系 我们已经把这一套 结婚证和离婚证 放到了周老师的手里 周老师请你给大家宣读一下 结婚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2007年12月11日 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但是现在这个结婚证 已经写上了双方离婚证件失效 好 那离婚证上的日期呢 2015年1月30日 也就是刚刚一年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黄先生 35岁来自广东 职业销售 女嘉宾邓女士 36岁同样来自广东 是一名公司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母亲特别希望 你们俩能在一起 你自己的个人愿望呢 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子 好 那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 两位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问题 要离婚呢 是谁提出来的呢 我 原因是 因为我跟他就认识到离婚 是差不多整整的思念 走到 我认识到离婚 好 我认识到离婚 是什么 是什么 我认识到离婚 我认识到离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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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这是一个好儿媳吗 是 是 你这儿子觉得 你觉得他争气吗 我就是恨铁不成钢 也有我的一份责任 因为小时候我太惯快他了 但是后来他长大了 他还是不够长进 我就是恨铁不成钢 我媳妇嫁过来了 我们都很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人很实际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有对他有一点误会 但是后来我们相处了 我们现在关系很好 一开始您为什么误会他呀 他有点直来直去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不习惯了 他们离婚的时候 您没劝他们呀 当然有劝啊 我看见人家全家福一起去玩 我都很羡慕 人家都说家里的事 但是我家福 我儿子不离开 所以我就说我儿子 你一定要把亚本找回来 你一定要好好地对他 我再问您哈 你儿子想让你媳妇回去了 想啊 见我包好汤 他就叫我 他说你叫他回来啦 但是我不是希望奶奶帮他做这些事情 我说你怎么不说 其实都是我说 我肯定会叫啦 我每次包好汤 我都叫媳妇回来喝 您先生对他们离婚怎么看 我丈夫一二人的时候去世了 去世了 那您现在等于既养儿子又养孙子是吧 我养孙子 我是我心甘情愿 我真是很疼孙子 我理解 我也很疼我师父 就是我儿子就是不争气 说话经常会伤人伤到我师父了 我明白 我还能理解他 师父有时候就受不了 我很想媳妇回来一家人团聚 刚才您儿媳说了一段话 说得特别好 她希望她去做一些什么 而不是您 所以您要想让她回去的话 我觉得做妈妈的职责 您已经尽到了 您先下去休息好不好 交给我们老师们 好吗 来 请回 你要她自己好不好 你要她自己好不好 看到奶奶的时候 情绪就控制不住是吧 其实那个感情还是有 这个男人能力强弱 你应该知道对吧 知道 我那时候就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广州本土的男生 没结婚之前呢 就是吊儿郎当的 那时候就给个希望自己 觉得可能她以后结了婚 就会长大 到了结了婚之后 发觉原来她还是没有 我又给自己想说 小孩出生了以后 做了爸爸 角色转换了以后 可能就会变了 就一直这样子给希望自己 问您一个 涉及您个人隐私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我想问 您可以选择不答 好吗 好 就现在有新的情感开始 我选择不答 那我有答案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会从哪些角度 去谈他们的观察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只做个人分享 不做跟您的个案的分享 我在结婚前 我是没有做过饭的 我的老公还也是没有做过饭的 我们两个人可能最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家里边到底该谁买菜 谁做饭 到底应该做什么口味 从来没有商量过 但是结婚过后 我们会开始去商量 磨合出来过后是 我们可能开始做早饭了 他有时间他起来做我有时间我起来做 并且我们会了解到大家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在婚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先天就懂得如何跟另外一个跟自己完全不熟的人相处 并且对方也没有办法完全懂得他需要什么 比如说你吃菜的咸蛋 然后你想要的菜品的口味 就要慢慢的夫妻之间告诉给对方 我想要你做这个 你想要我做那个 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合适 你应该怎么做 很多夫妻就是在慢慢的交汇当中 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相处 但今天到现在为止 至少我现在没有听到 你在婚姻当中 你告诉给你的配偶 你想要什么 我有一次在这方面努力 但是一巴掌是拍不响的 我在努力的时候 他都不付出 我为什么用我来做分享 我也是妈妈 我也经历过婚姻当中很多的勾勾看看 包括我们可能现在还会在磨合 每个人的婚姻当中 都会经历掉对方不懂的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有不懂的时候 你不选择他 但未来你选择任何人 你可能都需要跟他经历过这种磨合 同样对于男嘉宾也是一样的 我看到你台本里面写到 你把自己赚来的钱 不是拿给儿子交学费 而是买了一辆奥迪 你能消费给自己 但是你不去消费给你的孩子的学习 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 你是没有做爸爸的责任的 先去学会做一个爸爸吧 爸爸跟孩子的互动当中 爸爸会学会如何教孩子承担责任 如何在受到磨烂的时候 如何坚持 同样做爸爸的也会给自己说 你看我就是这么坚持过爱的 所以先好好做父亲 这个女人 她自己如果能追到她的幸福的话 你应该祝福她 因为她毕竟算是一个好妈妈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谢谢 你们离婚证上写的是 2015年1月30日离婚的 但是在我感觉 其实你们早已离婚了 因为丈夫这个角色是已经缺失很久的 没有任何责任和贡献 有的只能是吵架甚至于动手 所以这个女人呢 心早已经死 女孩这么多的苦 这么多年受的罪 很平淡 挨大莫过一心思 就如你所说 你就是假设性的单亲妈妈 A制 财务上你指望不上这个男人贡献什么 反而有可能是拖累 没有什么沟通 才会有很多的误解 这里面不光是你老公的问题 而是你 我相信如果 有三样东西这个婚姻里没有的话 你们早已经离婚了 第一 孩子 第二 就是婆婆 第三一个就是你自己这要强的个性 其实你早就知道自己看错人了 你长得不是这么一个人 你是心存幻想 你试图幻想说 我能够改造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多人都是你这样 结婚前 点亮当的不讲责任感 结婚之后 成立了家庭 你就慢慢就会长大了 殊不知啊 残酷的现实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你们结婚了七八年了 没有改造成吗 你也很痛苦啊 一个女人结婚前很温柔的 结婚之后怎么变了 处处管着我 看不起我 对不对 不跟我交流 你也急啊 包括您 您的这个 问他他乐不理我 你自己也没争气啊 你自己要是争气的话 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男人 让自己的爱人心服口服 崇拜依靠你啊 你有吗 你这怪不得他 其实你已经决心走出来 你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自豪没有忘记自己做母亲的侄子 你天天去陪着孩子 这个我们是理解的 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好吗 我们祝福你 但是我希望 你即使在找新的生活幸福的时候 也不要慢带我们的孩子 好不好 好就这样 谢谢 谢谢 一个全情奉献的母亲 还有一个个性鲜明 特立独行 虽然 寻找新的感情 更多的是因为你放心 因为有奶奶在那里 但是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更悲惨的结局 就是你们虽然离了婚 但这个离婚并没有促使他的成长 孩子的抚养所有的责任 依然分摊在你和他母亲身上 他依然是缺位的 还有你自己 人都有索取的必要 但我一定相信 人一定也有奉献的本能 你难道没有奉献的本能吗 为什么离了婚之后 你依然没有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 你已经知道这些年来的婚姻 造就了彼此多大的伤害 你也知道这十年的婚姻 最终离婚 你缺失了多少父亲的角色 为什么你依然不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 因为我是觉得 现在我是应该要去赚到一点钱 来养活家里才行 如果我天天待在家里 我可以天天待在家里 没有说你一定要天天待在家里 赚钱并不耽误 你去关爱孩子 但是因为我如果一正常干活的话 我怕我一出门就两三天说不定的 到目前为止 你依然无法成熟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时间 我注意到一上场 你那个脚一直在那动 右脚一直在那往那挽 这是在一直在回忆痛苦的过程 伴随性的动作 不热烈的表情 反反复复的机械 让你现在其实内心已经是麻木 所以你们两年嫁都吵不起来 复不复婚 两说 找不找新甘情 两说 那都不重要 关键的是要沉浸自己 而你应该好好地 赶紧地培养起自己 做父亲的责任 好 谢谢 老师们其实给到了不同的点 两位应该多学习学习 你应该学习一下做女人的智慧 你真得学习怎么做个好爹了 你至少你得先长大 是不是要复婚 真的想跟老妈妈说一句 别逼他们 你得把这个权利完全交到你儿子手里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自己认为 就算无论有没有新的人出现 新的恋情出现 我不想跟你纠缠下辈子 我不会因为小孩去将就 在2005年6月30号 我们相识 刚刚好差不多十年 真的 这十年来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付出一切 还给我带来一个这么聪明的孩子 很感谢你 你对我家里人来说 对我来说也是我 算是我的恩人 我也很感谢你 好 请亮灯 请回吧 谢谢 请关门 请关门 进一段广告 现在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电视 进入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 等你来拿 好了 看别人的选择吧 请开 我只想说的是 他有权利去决定他的自由 但是我也要承担起我的所有责任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请回吧 加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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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